以NIKE眉鑄成 對 所以它眉毛是 你們女明星覺得很驚人嗎 沒有 因為我每次看到SAMMY的時候 我都想說它的眉 到底有沒有毛 你要不要靠近 那給你看 它是眉頭有毛耶 後面呢 後面沒有耶 有耶 你幹嘛 後面是 有啊 有比較 我把它擺了 後面六根啊 一共九毛前三後 所以你如果不化妝的話 那邊會是空的嗎 比較少吧 因為我一直 希望每次畫眉 有不同的眉毛可以畫出來 所以我就犧牲 我本來的眉毛會比較 跟你差不多 所以你是刻意把它弄成 把它白的 因為這樣不化妝不就是會 很像日本黑道 你知道日本黑道 很喜歡把這邊剃掉 我知道 鄭兄你知道 剛熙來了 就是特別給 香港來的天后特權就是 來上節目十分鐘以後 就會去卸妝 好 全部都卸掉 那你拿從這個門出去嗎 卸妝跟你來講很可怕對不對 不可怕 我在香港常常不化妝 就給人家拍到 真的啊 很多 我平常都很少化妝 你問我的工作人員 我都平常 所以你平卸妝的時候 差別最大是什麼 是眉毛嗎 反正的也認不得我了 所有的也沒關係 會認不得嗎 我 我自己就很習慣 但是我是我想 我不曉得 所以你不化妝走在路上 民眾認得出你來嗎 認得出 因為香港觀眾對我很熟呢 所以而且我的 可能我的體型很容易認得出 那如果看到不化妝的正秀 我們會這樣嗎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那我不理你了 那是你自己的反應 關我什麼事 還是我們就優惠 他只要卸眉毛就好 不要叫他卸妝 不要嚇人家 以後三小大明星不敢 好